4月9号星期二中午大盘马上就要收盘了 你看啊 大盘就围绕着这一个窄幅区间做一个小盘整 那这一个小的纺锤线 是不是显得很有意思啊 可是盘面上今天可是有点那个了 大家看这里 代表什么呢 这不就是代表着分化吗 看到没 大盘古在这不跌了 但是也不长 小盘古是拽着大盘古在长 这不就是分化吗 那小盘古上涨 把大盘古拽上来 这个叫什么 这不就是剪刀叉吗 剪刀叉 如果大盘要是大盘古跟进的话 是不是这个位置就有了止跌其稳的迹象 我们看权重指标国 红的料料无几 这证明什么 这不就证明前些天互盘的东西 今天都出现了反水 另外再看这里 上涨的加数现在将近3600加 下跌的只有1300加 别看上涨的将近3600加 可是上涨超过5%的 都不到200加 一共才有170多加 这又证明什么 就是市场虽然有一部分热点 但是热点效应并不很明显 因为小盘古在涨 可是小盘古涨 原本要是想拉动大盘的话 必须涨幅大的得多 那么小盘古涨了 可是涨幅超过5%的并没有那么多 那代表什么 就是市场现在仍然很脆弱 大家都在等着某种信号 等着什么信号呢 那这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个 这里曾经有过的跳空缺口 2月8号到2月9号 这不就是上周一这个跳空缺口吗 留下了7.72个点的跳空缺口 今天把它无情的回补了 回补跳空缺口证明什么 缺口失效 按照缺口理论 三天不回补缺口有效 又看到昨天缺口强支撑 那为什么今天会回补缺口呢 这又证明一点 技术短期来看 现在缺口技术失效 那么既然技术失效 我们应该拿什么作为参考呢 就不能短期看技术了 那么短期要看的就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要看消息面 你看现在消息面扎堆出现的 包括我们跟中美咱们之间又达成了某种啊 不说有成果了吗 可是今天的成果呢 只是小盘古里面的一部分电池涨得很好 那么大盘古在这儿权重指标股并没有怎么动 同时像这个古王 像这个东西 宁王都没大涨 这些东西代表什么 他们不就代表着一定的导向吗 他们都不涨 那很显然权重指标股在这儿又出现了拉跨 另外 你像这个石油为什么又跌了 原石油外面原本还不错 那我们这儿为什么单跌呢 不光是这样 你像煤炭啊 银行啊 这些东西可都出现在这个跌幅吧 像电力啊 传播 公交 包括电信等等这些东西 出现了跌幅吧 涨幅吧 不就这些电池一类的吗 那么电池一类的上涨 不就是消息刺激吗 因此也佐证了我们刚才说的话 刚才讲的是技术 在缺口那方面已经失效 缺口失效呢 代表着短期这个技术失效了 那么我们要看的重点就是消息面 刚刚说过 消息面今天说的好的 不就是这些电池类吗 那么另一方面看什么 另一方面看资金 大家瞧 今天上午可是缩量了 一共就5000亿啊 我们最近这些天 大盘都是在量的成交量方面 都还可以 就是9000亿之上 也就是不到1万亿 那今天缩量了 一共才5000亿 一个上午 那下午再怎么放量 大概率今天到不了9000亿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大盘没有了资金的眷库 你看大盘权重指标股就不涨了 那这个位置如果下午要砸个坑呢 如果这个位置下午真的挖个坑的话 这个位置比昨天那个低点要好 因为昨天这里大家没发现吗 虽然这个位置昨天下午的时候 具备了一个 这个叫信息差 也具备了一个抄底的 这个位置的信号 但是昨天 咱们为什么没进 道理是什么 就是昨天这个位置 前期 前期长得特别好的主叠 前期什么东西长得好啊 有色呀 黄金呢 你看今天的有色 黄金 那有色黄金走的都那样了 我们在这是不是比较糟心 说的重点就是 一旦这个里面 他们要是出现了变化 那就不好办了 尤其是像黄金 稀缺资源这一类 因为他们把大盘给招起来了 招起来的时候 又他们主叠 所以说热门热点没有了 没有了龙头效应 昨天这个位置 就不具备一个抄底的动态 那今天呢 今天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今天要比昨天好 今天如果下午向下一跌 跌到三个格子 也就是出来了这种信息差 那么今天是有动态的 因为今天 消息面已经驱动一些东西 所以呢 在这里面 你像这个电池啊 等等这些东西呢 都在动 这不就是消息驱动吗 消息驱动的话 他们要是再想上涨 那么是很有力度的 如果这个位置不看他 要把返回来 看这些前期 走得比较好的东西 这些走得比较好的东西 现在又调下来了 即便是我们在这里面搞一搞 你比方说像这个类的 你看今天跌了这么多 但是之前呢 是属于冲高回落 那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动吗 这个位置我们一般人是不敢动的 那么再说 你像这个 哎 他可下的是不是挺多了 没错啊 那他是什么 这不就是6G这一类的吗 咱们说的是 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向下调 你看这儿调到了60线 或者这个位置快调到了60线 是不是我们在这儿做反向操作都可以 什么意思 就是拿到这些东西 我们成本低 更主要的 他向上的力度也有 空间够 那么向下呢 向下这个位置 我们也就是给这个位置 假如买进 如果向下的空间有限 换句话说 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博一下 因此 咱们今天下午 如果大盘在这个位置出现杀跌 那么出现杀跌 到了咱们的信息差 这个位置我是可以动的 因为既有了信息差 又有了一些咱们操作的品种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来了 即便是这个位置就是进错了 那位说那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位置进错了 人们怀疑这是不是M头 不要紧呢 真的进错了 下来了 我们往处跑都赶趟 因为这个位置进 下来之后 他们的下降空间也有限 也就是在这咱们进错了 我们认错 下车也来得及 你比方说6G 比它的上涨空间来讲 就是这个下跌的 比上涨的 我们要好得多 因为下跌的空间小 而上涨的空间大 因此我们要做的 就是这种大概率的事件 那么大概率这个位置 要有一个上涨 哪怕是反弹 我们不也能轻松的 把这波给拿下来吗 好 我是古邦 下午这个位置 到底我能不能出现一个抄底 昨天那个位置没有 我跟大家也说了 昨天之所以没有 就是由于前期热门的东西 他们反水了 像有色呀 黄金 稀缺资源 不强势了 那么这要是主的 也就是主线热门的东西 要是不往上停 那些方面我们还不要碰 因为选股嘛 就两方面 一方面 选强者横强 选者横强 越来越强 沿着五十线向上飞 另外呢 我们就是跟他逆着来 就是逆向操作 抓什么 抓这一波 反弹也好 补涨也好 我们抓这样的东西 现在呢 今天下午是有品种了 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有机会我会弄 怎么弄的 大家加上我的关注 在收盘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出来 好朋友们 喜欢古萌的加关注 下午收盘见